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華人Mate 40系列將會出現的一些新特性 現在來自新的描述說法是 華人Mate 40系列旗艦產品推出 若然將於2020年下半年推出,很可能在10月份發布 Mate 40系列還將配備5nm-1000系列麒麟處理器 華人還希望在2020年第四季度出貨量能接近800萬台設備 來自先前的報道,華人已經下達了台積電去年製造的5nm麒麟芯片組訂單 這些新處理器將被稱為麒麟1000 雖然現在美國對華人的業務限制延長至2021年 並禁止台積電供應其芯片組 但由於其訂單華人在該警令之前就下達了 這樣台積電很可能還會提供其現有的全部庫存 所以華人的麒麟1000芯片組暫時不會短缺 同時,該芯片發布與去年一樣 華人將在9月份的AFA大會上推出新芯片組 另外,去年華人Mate 30系列推出後 它是第一個沒有谷歌移動服務的華人產品 今年也相同,Mate 40同樣無谷歌服務 僅只有華人的HMS服務 與上代產品相比,今年華人Mate 40系列 還將在其相機和屏幕上進行一定的升級 華人Mate 40系列屆時會繼承這些相機的強項 從而在DXO Mark綁單中獲得更好的成績 並且它在鏡頭方面也可能會加入後置五色 就現在多了一顆,潛望式鏡頭 在屏幕方面,據說Mate 40系列會有巨大的變化 並且這取決於採用了屏下鏡頭 華人很可能會成為今年首家推出微生鬧式的 屏下哨頭智能手機廠商 另一方面,據來自消息人士透露 屏下哨頭將在2021年會被其他手機製造商廣泛使用 現在除了Mate 40系列今年使用該技術位 新的說法是屏下哨頭是在榮耀系列產品中最早亮相 華人很可能將於今年晚些時候推出新的榮耀設備 並在其中使用微生鬧式的屏下哨頭 更多人也認為華人公司不會從一開始 就在旗艦產品中使用這種新型的技術 因為它們可能面臨著一些不成熟的技術 華人榮耀系列設備 其一直有著新功能最早去試水的說法 比如首款榮耀Magic設備使用了AMOLED 3D曲面屏幕 Magic 2使用了滑蓋屏幕設計 在Magic 3上使用屏下哨頭也似乎合情合理 但如果是該屏下哨頭技術很成熟 華人這也並不是不可以直接使用在Made40系列身上 Visnows已經宣布了全球首款量產的屏下哨頭系統 並且這家製造商還分享了這項新屏幕顯示的技術和細節 根據信息描述 由Visnows製造的屏下哨頭 其解決方案是使用了新的透明OLED面板 新的電路 同時屏幕還擁有像素結構及高度透明的特性 另外,Visnows還將為智能手機製造商提供一些安裝操作指南 以在屏下鏡頭解決方案中安裝和配置一些新措施 這其中就包括了用於關於亮度的軟件和算法 以及顯示設置的其他重要方面 以上這些寂寞就是華為屏下哨頭的消息 此外,華為Made40系列還將是第一個預裝 基於安卓11系統的EMOA11版本設備 目前,關於Made40系列的具體發布日期上午官方確定 具體還要期待後續的新消息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我們的影片 有一個派對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有很多派對 我們再見